孔丛州,1906年生于陕西西安,18岁考入杨虎城开办的教导队,开始了军旅生涯,因作战勇敢,从排长逐步升为第17陆军警备第二旅旅长,深受杨虎城信任,1936年12月,他参与西安事变,并起到关键作用。 后来我党派出周总理,叶帅等数人来到西安协调,他们的保卫工作就是由孔丛州负责,而这次经历让他对我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。